你知道纵观七部游戏王中最虚伪 最拉胯且最不讨喜的Boss为什么是鲍曼吗 其一是因为这个家伙输牌次数太多 唯一一个正大光明击败的人还是魁妹 其二是性格复杂 嘴上说的好听可做的太过差劲 其三是在这场左领导与莱特宁格的花田大战中 鲍曼嘴上说的和做的都非常正义 但就是出手的时机显得自己太过虚伪了 就在刚刚 左领导用场上的马格南枪弹龙和格力龙 作为四阶级的叠放素材 超量召唤枪管装田超充能龙 有座感慨李波路霸 永远有超乎人们想象的卡 莱特宁格看见后不屑一步 左领导顺势嘲讽莱特宁格 并发动超充能龙名为抗敌增田的怪兽效果 通过去除一个叠放素材 先将一只怪兽的攻击力下降600点 然后复活目的中的一只枪管怪兽 注意 是无视等级的复活 没错 复活的正是另一头的3000怪兽枪管上唐龙 左领导让超充能龙进攻总指挥官 而就是这个瞬间 枪管装田龙的怪兽效果会发动 名为抗敌子弹 下降对方怪兽500攻击力 这下即便加上裁决之时 总指挥官的攻击力也达不到3000了 至此莱特宁格的王牌怪兽被搞掉 生命值也降到了1500 不过就在小黑以为左领导要一举拿下莱特宁格时 左领导却表示使用了超充能的效果后 无法发起直接攻击 莱特宁格表示休想口胡 老子的场上还有一只怪兽 你难道还想直接跳过不成 等等 好像有哪里不对 枪管装田龙的攻击力是3000 莱特宁格场上的隔离龙是1500 而莱特宁格剩下的生命值正好可以归零 有座表示没错 莱特宁格刚才为了拿回裁局之时 清空了自己的怒鸣 所以他没有能阻挡这次攻击的能力 此刻左领导大手一挥 刚要让枪管装田龙拿下莱特宁格 怎料局势就突然发生变化 莱特宁格在光芒中哈哈大笑 大致意思就是他使用了玛丽克的手段 将草制人的意识和他的生命值连在了一起 这样只要李波露霸下达攻击指令 就等于亲手搞掉了草哥弟弟 搞掉了游坐从天章开始就一直要拯救的人 对了 莱特宁格为了防止李波霸霸对不认识的人痛下杀手 他还将亡灵的意识数据和自身连在了一起 眼看陷入犹豫中的左领导闭口不言 莱特宁格顺势嘴炮嘲讽左领导 当年为了抹除他们可以将许多人类都卷入其中 美其名曰为了大意舍弃小我 怎么如今却变得婆婆妈妈的 左领导闻言被瞬间激怒 当即就要下达攻击宣言 可却被一旁的游坐用名为羁绊的嘴炮阻止 试图挣扎的左领导想用草哥的事情堵住游坐的嘴 怎料这个无情打牌机器已经不是当年的复仇者了 现在的他伶牙历齿相当能说 于是人彻底麻烂的左领导 只能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放弃了这次能百分百击败莱特宁格的机会 莱特宁格健壮笑道无形 讽刺作为敌人的普雷内卡居然出言拯救了他 此刻得意的莱特宁格开始给自己增加罪行 坦白草制人之所以到现在还很自闭的原因 就是因为莱特宁格在刚诞生的时候就获得了入侵网络的能力 并且他还从懦弱的草制人身上学习到了如何给人恐惧 原来在草制人因输掉决斗而被惦记到晕倒后 意识刚刚苏醒的一瞬间 莱特宁格制造了一个救援来了 可以从这里逃出去的幻觉 于是正当人地处于劫后余生的心态时 莱特宁格就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恐惧 彻底磨灭了草制人的希望 左领导怒喷莱特宁格是个从出生起就拥有邪恶思想的力量 必须要在这里彻底埋葬掉他才行 可如今的左领导是投鼠忌器 隐藏的王牌进出却没有拿下莱特宁格 汉诺三骑士吐槽如果是当年的篇章Boss咸诞超人 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 而就在莱特宁格要反击的时候 虚伪到不能再虚伪的鲍曼表示自己及正义 他不允许卑鄙的手段再在他的面前出现了 属我直言 尊格书纯粹是因为鲍曼用语言蒙骗了尊格 而且这家伙要是真那么正直的话 为什么要等左领导结束回合后才出手啊 只见莱特宁格体内的数据被鲍曼汲取出来 草制人重新穿上了衣服 现在的暴曼已经强过了光暗两大伊格尼斯 让光之伊格尼斯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李波路吧 好家伙 这个玩意是在这玩伪善吗